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FORM4的Physics第二课的,我们还没有学完的部分。 我们今天继续来认识关于这个Grap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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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ph. 上星期我们已经学了Grap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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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们在分析格拉干的时候呢 当我们把它化成graph的时候呢 我们的boxy x都是Masa来的 所以这是第一种level的graph 第二种level的graph呢 是VOT Halaju-Malawan-Masa 第三种的graph是Pachutan-Malawan-Masa 这三种graph都可以给我们知道很多的资料 比如说我们先简单的看 如果这个比如说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都是分析1秒2秒3秒4秒这样增加的 从0的时间慢慢分析到越来越久的时间 所以如果我们照这样子的拉上去 interpolacy呢 我们会看到 在比如说1秒的时候 那个东西比如说是在7m 在第二秒它也是保持在7m 在第三秒它也是保持在7m 第四秒 第五秒 第六秒 都是保持在7m 意思是说 这个object啊 它距离它的原始点 这个比如说它的原点啊 或者是starting point 它一早就离开 一早就离开它的原原始点 就已经有7m了 所以它在这个时间在走着的时候呢 它是bergundal的这个object 所以它完全没有移动 没有移动打回这个原始点的方向 或者是没有移动去去到更远 通常我们把这个部分的graph定义为positive的方向 而如果如果有下面的呢 我们就定义为下面是positive的方向 通常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画同样一个object 它是bergundal 但是它是它是在起始点的右边的话呢 不好意思 左边的话呢 起始点的左边我们就画这样子咯 所以这时候呢 这边是它的asalan 那个object一开始到时间一直在走的时候呢 它都是离它的asalan 有一个kiri 有一个kiri的7m距离 这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始终是bergund 再来呢 我们可以看 现在object itu bergerak dengan halaju seragam 我怎样知道它是halaju seragam 我们需要记得 在Sestaran melawan massa的graph 它的kirchunan就是halaju来的 Sot的graph它的kirchunan就是halaju 因为kirchunan是什么 kirchunan就是拿 berlupan s除以 berlupan t 所以我们halaju也是 berlupan s除以 berlupan t 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结论说 Sestaran melawan massa的graph呢 它的kirchunan就是halaju 而且这条线里面呢 我们只可以找到一个固定的halaju的数据 所以叫做halaju seragam 或者是halaju the tab 或者是halaju mala都可以 所以这个object呢 它随着时间的发展 它越来越远 我们在如果我们用interpolicy来看 随着时间的发展呢 它是越来越离开远点啊 比如说这个是两meter 然后越来越时间越增加 它就四meter 然后越来越时间越增加 还有六meter 所以它在固定的时间段 固定的一秒 可能是固定的一秒当中 它都是增加两meter 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有一个固定的halaju 或者你可以分析它的邪度 它的kirchunan只有一个数据 你只可以找到一个数据不了 这个就是说halaju the tab 或者是mala 如果是它 它这个东西啊 它是往阿沙兰 阿沙兰 这边是阿沙兰 这个graph它是代表这个东西是往阿沙兰的 positive的方向一直在走 如果它是往 negative的方向走呢 这边是阿沙兰 它是往 negative方向走呢 我们就这样子画了 OK 我们就这样子画 再来 第三种graph 是salam alam al-masa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能找到一个固定的kirchunan了 kirchunan这种graph kirchunan要讲找kirchunan就是要找他们 我们只能够分析它在某一个时间它的kirchunan是多少 比如说它在三秒的时候 它在三秒的时候 请问它的kirchunan是多少 我们要怎样找呢 我们就是画一个tangent 你就当作这个kirchunan好像一个大圆形 如果无限量的圆生它是一个大圆形 然后我们只需要画一个tangent 画一个tangent 碰到 碰到三秒钟的那个点 tangent 然后我们再找这个tangent的kirchunan 就是拿 Bruhbohan s除以Bruhbohan t 我们就能找到在三秒钟的时候 它的kirchunan是多少 这个也是代表在 在第三秒的时候呢 它的kirchunan就是多少 所以在 at t等于3 它的kirchunan就是一个数据 当t等于5的时候呢 比如说 假设我们讲当t等于5的时候 它的kirchunan就改变了 低等于5的时候 我们画tangent的时候 我们就要这样子画了 它更加写了 对不对 所以, 第一等于 第一等于5的时候呢 它的kirchunan就是另一个数据的 v个 ra就是v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kirchunan 就往随着时间增加 它的kirchunan就越来越增加 因为他一来写 他的 tangent 一来写 所以 tangent 一来写 就是 车轮一来写 车轮一来写 就是 哈拉铺一来增加 所以 object 和 哈拉铺一来增加 所以 object 和 哈拉铺一来增加 或者是 哈拉铺一来增加 也可以 所以这个 你可以把它 图成两个方式 一个是 哈拉铺一来增加 或者是 哈拉铺一来增加 都可以 因为我知道 哈拉铺有增加 哈拉铺有增加 就会代表 有 哈拉铺 有 哈拉铺就会贡献给这个 哈拉铺 所以这个行动是有 哈拉铺的 再来我们看 哈拉铺 和 马萨的graph 所以 我比较喜欢 哈拉铺 和 马萨的graph 因为它可以给我们很多资料的 每一个graph 它都可以给我们自己的资料 比如说 这个 s o o t 它可以 它可以 它可以给我知道在第三秒的时候 它的死产案是在哪里 它可以给我知道死产案以及 马萨的资料 然后 哈拉铺的资料 它可以给我知道 哈拉铺的资料 以及 马萨的资料 但是 当我们 找 lost the paragraph的时候 如果讲 啊 这个 5 秒钟的时候 我找这个 lost the paragraph的时候呢 我可以找到在这个 5 秒它完成了多少的 13 等于多少 它完成了多少 同时 如果我找这条线的斜度 我就可以找到 它的percutant是多少 所以 记得 VT 的graph 记得 啊 记得哈 VT 的graph 它的 它的 lost barograph 将会 得到 13 它的 perdonal 将会得到 percutant 这个要记得的 我们先来看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 object background 能看哈拉铺 主要干 为什么哈拉铺主要干呢 因为在第一秒的时候 它比如说有一个啊 4 4ms 点一 在第二秒 它也是4ms 点一 在第三秒拉上来 它也是4ms 点一 第四秒 第五秒 第六秒 拉上来 它依然是4ms 点一 这个就好像啊 我们的家长 开车在马路上的时候 它保持啊 80km per hour 可能啊 这个就是一个哈拉铺主得达咯 Bergara 跟哈拉铺主得达 或者是哈拉铺 或者是哈拉铺麻达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它有percutant呢 哈拉铺主得达咯 就没有percutant了 因为percutant是 哈拉铺主得达咯 哈拉铺主得达咯 就说在在整个过程没有 没有完全没有这个价值0 可如巴汉哈拉铺主得达咯 因为它的达咯 它的达咯 0的话 A就等于0 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看它的个车 如果这个graph它的横线 横线有个车能吗 横线是没有个车能的 所以横线的车能等于0 也代表 A等于0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graph解读为哈拉铺主得达咯 或者是哈拉铺麻达 或者是percutant细法 percutant细法 也可以 再来 这种graph objetpercutant 为什么它知道percutant 或者是percutant 为什么它知道这样子呢 因为它就是分析它的getronan 你看我们找它getronan的话 就只有一个固定的percutant 对不对 还有记得吗 就是BOT的graph 它的percutant 就是带给我们percutant的资料 所以这边有一个percutant 养得到 OK 然后这边 如果你要找它的 Luis Bauer graph呢 它就是Sesaran的资料 比如说 在第一秒的时候 你可以找这样括 第二秒第三秒 你可以找越来越括 就代表它去了越来越远 它去了越来越远 所以这个我们要回 再来 也是一样 这个要小心这个字 这个是Haladu bercutant 不是Haladu Seslagam Haladu Slagam的意思是说 是这样子话 Haladu Slagam是这样子话 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 这个词 Bakurang 或者是Betambah Slagam的话呢 意思是说 它是有次序的 在增加 然后这里呢 它的percutant 是negative的 因为它的percutant M 等于negative 所以我们的percutant 也是negative的value negative的value 代表它 或者你这一句 你可以讲 因为它越来越慢 它好像tablet 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第一秒的时候 它是很高的 可能这边是8 这边是7 然后第二秒 它又越来越降降到6 第三秒 第四秒 第五秒 可能到第七秒的时候 它已经完全的停下来了 Haladu等于0 就是代表它没有走了 它停下来了 所以 它 它是tuzer break 它是mangalaminya vercutant sehingga percu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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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graph 就是Aperty的graph Aperty的graph 通常Aperty的graph 我们会研究到 我们很少 我们Aperty的graph 很少会很复杂的 不可能AoAoT的graph 很少会发生这样子的 因为 因为 在这种情况 已经是很很很复杂的情况了 Object Percutant 它的percutant 越来越增加 已经是蛮复杂的 所以它不会 触发到这种情况的 首先我们来看 Object Percutant 能看percutant 就是说 不管它第一秒 第二秒 第三秒 第四秒 第五秒的时候 它的percutant 依然是零 percutant零 percutant零有几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 这个东西完全 pergun 另外一个意思呢 是 这个东西 percutant 能看 Vimala 你看这边 Vimala 也可以给我们A等于零 对不对 pergun pergun的话 pergun的话 也可以给我们A等于零 就是说它没有动 没有动 怎样会percutant呢 或者是 没有 没有行动 或者是它行动 但是 它保持 元素进行 这个你也可以 连贯思想 跟那个 Hukum Newton Pertama 记得吗 Hukum Newton Pertama 在后面 我们会学到 Hukum Newton Pertama 它讲说 1 object 1 object 可可可可 pergun 1 object 可可可 ber格 能跟Halajou 马拉 即可 提高 dialua 不停 所以 不管是 在 pergun 或者是 Halajou 马拉 都代表 那个东西 是没有经历 外在的 F 没有经历 外面 而外的 A 没有 A A等于零 所以 会造成 这个 F等于零 所以 那个 牛顿 D定律 才讲说 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 没有 没有外力的 插手之下呢 那个 object 是会pergun 或者是马拉 所以这个 你可以连贯的学习 再来 Object Pertama Pertama 比如说 我们这边 放3ms-2 它第一秒的时候 是3ms-2 第二秒是3ms 第三秒也是3ms 第四秒也是一样 还有记得 这个 Pertama 就当 Malawan Massad Graph 当你找他的 Lawas Bawa Graph 的时候呢 你就会找到 Halaju的资料了 比如说 我要找 第四秒 他的 Halaju 是多少 你就这样子找 找他 Lawas Bawa Graph 就是得到 Halaju的资料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找Lawas 的时候 我们是在做什么 我们是在 哪 哪 这个value 乘以这个value 这个value 是什么 ms-2 所以如果你拿两个unit来相乘 那两个unit来相乘的话呢 你会发现他就是 ms-1 就是那个Halaju的quantity来的 所以要学会善用unit的技巧 再来如果我们要找 Certurnal给这个Graph AOT AOT我们要找Certurnal 的话呢 这个是没有value的 因为呢 如果你找Certurnal 你就是拿PACY PACY Y除以PACY 就是这个 我们在目前还没有一个unit 或者是还有一个quantity 是这样子的 没有一个quantity 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打PACY 如果我们打回来学这个VOT VOT 如果你找他的 Lawas PACY呢 就是拿底层高除二嘛 底层高除二就是拿这个一百二 再乘以这个VOT 这个的unit 再乘以这个unit 会发现ms-1 再乘以s 就会互相cancel 就是m的value 所以unit相乘 PACY X跟PACY的unit相乘 就会得到 啊 Sharan的资料 然后呢 你拿PACY的unit 除以PACY的unit呢 就是得到ms-2 就是PACY的unit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这里哦 你都可以调换的 互相的学习的 这个东西 Object Graph PACY的Sharan 因为不管他的时间去了多远 他都是保持一个PACY OK PACY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是Halaju Bertamba咯 你可以讲这个是Halaju Halaju Bertamba Sha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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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看跟这一句 这句同样的 不是这句 sorry 还有一句那里去的 Bugrat跟PACY的Sharan 你可以看到这个B 跟这个B是一样的 Bugrat跟PACY的Sharan 这个也是Bugrat 跟PACY的Sharan 对吗 所以你可以讲 这个东西 Halaju Bertamba Sharan Sharan 有次第的 有次第的增加 这边呢 Halaju Bertamba Sha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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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Bertutan Negative 如果这 这个图 我把它变成AOT 它就会变成这样 AOT 但是它是在下面的 因为它的A是Negative 所以就是这样的 Negative Negative 3 比如说 Negative Value 最后一个Graph Bertutan Object Berga Bertutan Bertama 这个已经是很 复杂的Graph OK 它不会再更加难了的 所以这个Bertama Sha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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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OK 所以我们要懂得去解读这些 这边还有提醒你咯 Bagigraf SOT 它的Gertunan 就是Halaju 它的Gertunan 就是Halaju Bagigraf Halaju Masa 它的Gertunan 就是Bertutan 它的Gertunan 就是Bertutan 它的Lua Bawa Graft 就是Sharan 这里 它 它有一个 这个知识 它没有告诉我们 就是刚刚我讲的 我们找这个Lost Bagigraf Bagig AOT 我们会找到 这个Halaju的资料 可能我们在这个课程方面 是不太需要用到 但是如果要学整套来讲 学整套来讲 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 简称 就是我们有三种Graph 一种是ST 一种是VT 一种是ATGraph 最好用的是 这个第二种的VT 比如说这是第一种 这是第三种 因为VT Graph 它 退一步 它可以让我们 找到Sharan的资料 怎样找呢 就是找Lost 会找到Sharan 它进一步呢 可以找到Bertutan的资料 找到Lost 找到 它的M 它的Catronan就是 Pertutan来的 至于旁边的呢 旁边的一号Graph 跟三号Graph呢 它最多可以给我们知道 它自己的资料 以及 你找Catronan的时候 CatronanBagi S4B的时候呢 它就是等于 Halaju 然后AOT呢 你其实还有一条线可以画回来 就是 找Lost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找得到 Halaju 但是这边就 没有给你这个资料 OK 所以这个 我们课程内 是不会有用到 OK 所以这个要记得 接下来我们要学习分析 呃 情况 我们先 如果你们有课本 你们就可以参考上面的文字啊 我们我就专注在这个Graph的分析 比如说 现在是SOT吗 最低种的Graph SOT的Graph 从时间上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五秒 哦 所以画错了 一秒两秒 一秒到五秒的时候呢 他的SOT是一直在增长 还记得SOT的Graph哦 他还有一个隐藏的资料 就是找个Catronan会得到Halaju 所以如果我找这个PAD0到B 或者A到B的PAD啊 你会找到一个Halaju Positive B1等于Positive的 Positive多少呢 你就拿100除以5哦 100除以5就是20哦 20ms减1 unit是什么 unit就是拿这个M除以S ms减1 然后在第五秒到第八秒的时候 他是停着的 没有走动 第五秒第六秒第七秒第八秒呢 他保持在原地不动 那个100m 呃 从Azalan算起 从Azalan算起 向右边100m 然后在那边停着三秒钟 然后在那边停着三秒钟 再来呢 我们再继续从C分析去D呢 C分析去D你会看到M2等于V2 将会等于啊 可能这个是V3了啊 V2在这边 V2等于0 然后V3呢 或者是VCD呢 你就拿啊 这边是多高 这边是100嘛 然后这边几秒 8到12 总共是4秒 所以100除以4等于25哦 25 M2-1 但是是negative的 为什么呢 因为葛哲伦那 negative 所以negative代表 他的哈拉柱越来越慢 哈拉柱越来越慢 慢慢慢慢 在在原本 原本的时候 他 呃 等一下我看一下 第八 第八秒 在这边 这边第九秒 你看第九秒 那时候 他是 他是在 打回来 原路的位了 你可以看到 他的13 已经 13 已经 可能去到 90 80 慢慢下了 下到最后 他的13 在第12秒 所以又在13 所以他就 回到原点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是转方向了 转方向 转方向回到原点 再来呢 第十十二到第十四秒 他又在停着两秒钟 停着两秒钟呢 他继续的 往 那个 基里的方向 走 继续往基里的方向 走 而且是越来越快 你可以看到 这个negative 你不要以为 他是越来越小 在数学 negative 越大的数目 就越小嘛 但是在这里 negative 只是表达 他的方向 意思说这个东西 在往这个方向 走 而且是 magnitude 一来一大的 magnitude 一来一大 所以他是一来一大 你们可以分析 他的这些 会比较详细 我们继续再看 这个 Halaju over Massa 的graph 首先 50秒里面 50秒里面呢 他是保持 匀速进行 他的价值是 10ms减1 匀速进行 在首先的50秒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记得 Hala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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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cadjournal 代表 cadjournal 就是 拿这个yvalue 除以t xvalue 就是ms减1 除以s 所以是本来就是ms减2 所以是cadjournal 来的 就是那个pajutan 来的 所以前面的50秒呢 他是 元素进行 接下来他就有pajutan了 因为他有斜度 pajutan positive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啊你就拿 我们就拿15-10 这边是 15-10就是5嘛 发生在20秒里面 20秒里面 所以我们就能够找得到 他pajutan咯 啊这边有写吗 pajutan0.25 下来 当他达到这个 这个是在这个system 在这个pajutan里面 他的vmax 他的最高数 就是达到15ms 当他达到15ms 他又放慢下来了 放慢你可以看到 你找到的pajutan pajutan 是negative a 等于negative a negative 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他在反方向加速 一个意思是在他在positive 方向减速 所以这个记得我们讲过 这边是positive的方向 这边是negative的方向 你可以看到这条线 跟这条线都是gadronal negative 这条线跟这条线都是gadronal negative 但是这条线的negative 是当他发生在他的速度 越来越小的时候 所以意思是说他在positive的方向 发生减速 发生减速 然后这边呢他的 这个虽然是在减这边 但是他的magnitude 一来越大的 magnitude 一来越大 只是说他是在减的方向 这个代表说他在negative的方向 他在negative的方向加速 所以这个可能会比较混淆学生 所以我们要多做一些 拉迪汉才能够明白 然后在第100到120秒 这个时段呢 他是停着的 好啦就等于0他是停着的 如果我们要找13能够吗 这个VOT的graph 我们可以找los biograph 找los 来得到他的13 比如说你要找50秒 50秒的时候 他完成了多少的13 我们就找这个这个los L1 比如说50到70秒的时候 他完成了多少13 我们就可以找 这个L2的trapesium的trapesium的los 如果你要找0秒到150秒 他的13是多少 我们就要拿positive的los 减到negativelos 你看这边 0秒到100秒 他是positive的los 这边positive的los 这边是negative的los 所以我们因为13也是一种vector 所以我们需要拿positive方向的los 减掉negative方向的los 我们就可以找到 他在这个150秒的全部的时间 当中呢 他的Sesaran是距离他的阿萨兰多远 哪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找得到 好 我们继续 Malakagan graph 刚才是我们从一个graph来读出资料 现在我们也要掌握一种知识就是 人家给资料 我们画出一个graph 他是道反的技巧来的 这个是什么 Malakagan 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示范题 OK 示范题这边 我们要怎样得到哈拉州的unit 哈拉州的unit 哈拉州的unit是ms-1 要怎样得到 就是拿 这个value 除以这个value 就是拿 y的boxy 除以xboxy 其实他就是gatrona OK 所以在前面的 第一个pagrakan 就是 前面的6秒钟 前面的6秒钟 他的cathrona 就是拿 6m 除以6 啥 就是1 所以这个v等于em 再来这边 啊 因为这个y value是0 x value虽然是有6到12 6到12是6秒 但是0除6就是0 所以v等于0 再来第三个行程呢 啊 我们这边是 10减掉6 剩下4m 再来这边是 12到20 就有8秒钟 83 所以这边的 这边的v呢 就等于1.2 因为 4.8 1.2 你可以看到这个斜度比较斜 这个斜度比较稍微 没有这样斜 所以他的pagraju 比较少了 OK 这个 啊 啊 他就是教我们哦 首先 我们要讲去变换 我们要讲变换这个s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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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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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画得标准一点的话 我这边空前不足吗 我就是大概的话 所以首先是1 首先的0到6秒是1 所以这边1号打横 再来呢就是0 6到12 像横画 再来就是1和2 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就用虚线连起来 就是这样完成了 所以当一个graph 换去另外一个graph的头 就有可能发生这种断的graph 断断的线的graph 就是因为它是打横的嘛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这样 再来 然后这样我们就跟graph parajou massa lagi deblock and gr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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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减 Lite 我就 看到一个障碍ר 这边 avatar 这uto 你看 fgraf 翻译 这个 Vtgraf 然后画出来 你的 fgraf 然后 画出来 你的 at graph 看 我又讲了 就是 因为 vgraf 是在中间的 所以 gggraf 可以 换 换 去 去他隔壁的两种 他隔壁的SDGraph或者是ADGraph 然后其他的Graph如果他给你SDGraph呢 通常你比较容易可以做到是换去VT 或者是他给我们AD的Graph呢 我们通常是可以换的去VT 如果你要跳一个换到SD 就比较难一点咯 这个也是你要跳一个层次的话 换到AD比较难一点 所以现在我们来分析 记得这个HaraJu over T的 他的Loss就是 他的Loss the Biograph就是13 所以我们只需要找这边的跨度 首先那6秒钟 他就是63 这个Loss怎样找 就是拿这个Value乘以这个Value 所以就是得到Meter的Unit Meter的Unit就是Saran的Unit 所以这边30乘6 368 180m 首先的6秒钟是180m 接下来第6秒到第10秒是多少Meter呢 这边的Loss是多少 这边6到10这边是4Unit 这边依然是30Unit 342 120再除以2 所以60Meter 所以我们的SD Graph SD Graph 首先的6秒 以及6秒到第10秒 10秒到这边 首先那6秒呢 它是180Meter A 好了就得到 Megrapt跟HaraJu得到 好了就 呃 要讲话去SD 我想看一下 嗯 好了就得到 我看一下这边 哦他这个是这样 好了就得到 我们要画成SD的时候 我们也要在意一下哦 你要在意记得一下 SD的Graph 怎样才是算 的就答案 HaraJu SD的Graph 有什么资料是可以找到HaraJu的 就是他的Catronan SD Graph的M 就是HaraJu 所以我们要找出一个办法哦 你看他的HaraJu是30呢 从0到6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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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他 0到6秒他的好了就得到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画 这边是180 因为啊 这边就起到这边咯 因为哈 你看啊 你拿180除6 你就会得得回这个30 180除6 你会得回这个30 就是HaraJu 下面这个是HaraJu Smakin Kurang Sampai HaraJu变成0 HaraJu变成0呢 HaraJu Smakin Kurang 到最后变成0 0的HaraJu 在SD Graph来讲话 0的HaraJu 在SD Graph 就是打横的 0的HaraJu 因为没有Gatronan嘛 没有Gatronan 就是讲HaraJu等于0 但是我们不能够立刻打 因为他都不是立刻的到0 他是慢慢的下降到0 所以我们这边呢是慢慢的 HaraJu Gatro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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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的时候 他是 这个Tangent 是0的 Tangent 的Gatronan 是0的 这个Graph有一点复杂哦 你看到这边 这个也没有画到很标准啊 要 很难画 就是说 这个标准 应该要在这边的时候啊 他是几乎是横线的 几乎是横线的 这样子才算 OK 这样子才算 因为在这里啊 你你量他的Gatronan 那的时候啊 他就是0秒 OK 所以首先到6秒钟 他到达180m这样远 接下来的 累积呢 累积到第10秒的时候呢 他是到达180加 180加 所以到后来到第10秒的时候 他累积到240m的Gatronan 或者是13了 至于Pajutan Massa呢 Pajutan Massa 我要讲话呢 从这个Graph里面 我可以看到 首先的6个秒 他是没有斜度的 没有斜度就是代表A等于0 接下来的是有斜度 斜度等于negative negative多少 我们就拿30除以6 4 30除以4 我们就是他的资料 30除以4就是减这个 减7.5 然后首先6个秒是0的 OK 好了Ju 这个你们可以参考 你们自己的书 等下我可以看一些习题 接下来我们来先谈 Jato Bebas先 Jato Bebas 就是一个东西掉下来 在完全没有其他的 力量所影响之下 所谓 没有完全其他的力量 包括Lintangan Udara 也要被忽略到 Lintangan Udara 也当作是没有存在 所以 正常来讲 如果你在空气中 你放一个蚁毛 跟一粒气球 一粒Bola Logam 肯定这个Bola Logam 比较快掉下来的 因为这个Los Pamukas 比较大 Los Pamukas 而且 他就会经历很多的Lintangan Udara 然后这个呢 是很滑面的 滑面他的经历的Lintangan Udara 就想 所以他就会先到达地面 但是如果这两个东西 我是在Vacuum里面丢下来 Vacuum里面丢下来 Vacuum是完全没有Molecule Udara 没有Jara Jara Udara 所以 所以 在Vacuum里面的实验呢 他就是 会一起的 时间到达 这个时候 我们就称为Jato Vibas Jato Vibas 就是只有被Rarity 拉着不了 他不会被 其他的Lintangan Udara Lintangan Udara 或者是 啊 或者是 你不可能在这个球当中 装 装一粒 Engine啊 啊 这个 Tubo Engine还是什么 给他快速飞下来 不可能的嘛 他就是自然的 完全一来Darrikan Gravity 掉下来 这个叫做Gracan Jato Vibas 啊 这个是在Vacuum里 Vacuum他就会一起掉下来 重要是他计算体 我们来尝试他计算体 OK 现在有一个人呢 他 他丢一粒球上去 在我们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Gracan Jato Vibas 来用那个四大天王的 那个Formula Basaman Gracan 的四大天王的Formula 来使用 只是说 他的 他的 Pajutan 我们完全Ganti 成为 Ganti成为A的Value Ganti成为那个Gravity Gravity Gravity 还有一个为什么没有呢 还有一个 四大天王的Formula里面 还有一个是这个 因为在这里面完全没有Pajutan嘛 里面有Pajutan 可以Ganti成Gravity的那个G G9.81或者是10 5 MS -2 我们没有办法Ganti 所以这个就不太好用 这个Formula 在 在分析Gracan Jato Vibas 的时候不太好用 其他的会比较好用 因为呢 这个是一个免费征送给我们的资料的线索 我们在分析Gracan Jato Vibas 这个是具备 早早就已经具备的一个免费线索给我们 所以我们干脆用它嘛 如果我们用这个就会少少了一个资料 所以我们看来这题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画出来 学会把它visualize 就是把它画出来 会 会增加我们的明白能力啊 我们的明白程度 所以这边有一个EU 等于 10MS-1 这是一个资料 一个线索 一动感哎 你看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线索了 马上很多Bola 我们购买定义Maximum 定义Maximum 定义Maximum的时候呢 这边 比如说在这个定义Maximum 这边是 H Max 定义Maximum Hide HideMaximum 然后 等定义Maximum 你购买OlePola A2 A1 假设是没有人购买OlePola 他是可以加多Vibas的 然后他给你一个资料 G要用这个资料 G.9.81 所以如果看这个图画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资料 两个资料 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他都会被这个G.9.81拉着 还有我们缺少一些资料 因为如果我们要使用 这些Formula的话 每一个Formula都有四个Anon 你看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每一个Formula都有四个位置数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所以我们最至少需要有具备三个线索 才能够找出另外一个位置数 因为我们要处理的是四个东西 四个Anon 四个Anon 我们最至少要需要三个线索 才能够找到第四个FormulaOlePola 所以你看到这边 我们有一个资料 我们有两个资料 其实在这个句子当中 还有一个隐藏的资料 E.C.D.C.Rat 大家要永远记得的 就是在这个最高点的时候呢 当它要转换方向的那个刹那 它的V是等于0的 这个永远要记得 不管它的Halajo Hour是多少 它被丢上去多快都好 它在最顶点的时候呢 当它要一刹那转换方向的时候呢 它的Halajo一定会经过0 才能够换它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方向定义为positive 把下的方向定义为negative 比如说啦 比如说啦 这样子定义的话 通常我们很 Grakhan Linear都很像 我们是把这个定义为positive 把这个定义为negative 然后 这个直上直下的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定义为positive 这个定义为negative OK 我们就定义这样子咯 OK 你看呢这边是Halajo positive 一直在positive 那边10呢 对不对 10了positive10 可能它positive9 positive7 positive5 4 3 2 1 0 positive0 然后它才能够negative1 negative2 negative3 negative4 negative5 negative10 因为Halajo是vector的 所以你要永远记得 这个在G顶点的时候 它肯定会转折点的时候呢 它的Halajo肯定会0的 这个是一个隐藏的资料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这个点呢 我们就会缺少一个资料 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一题了 所以现在我们有几个资料 我们有U 我们有V 我们有G 然后它叫我们找什么 Masa Yambia Underbola Sampai Masa T等于什么 在这个问题当中 A的部分 完全没有提什么 完全没有提S 完全没有提S 的话呢 我们应该要用什么formula 所以我们可以看回这边 哪一个formula是完全没有S的 三个当中啊 这个有S 不可以用 这个有S 不可以用啊 这个没有S 或者是这个了 这个是来自A等于V -U 这个 这个formula也是来自A等于V-U和D 或者是G等于V-U和D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formula 我就用 G等于V-U和D 随便你要画啊 你要用这个已经排好好的也可以 我自己是比较习惯用 比较习惯用这个A等于V-U和D 所以我就直接 直接用这样子的 GuntyValue 好了就AQ 好了就把它定乎 这个是要用9.81 9.81等于 好了就把它定乎 是0 减掉好了就 的话是10 和D 所以D呢 等于-10 和D 9.81 OK 为什么会是啊 为什么会是 哦 对 为什么会是D等于Negative 因为呢 啊 我还有一个东西要交代大家就是 在我们 我们不管怎样定义这个方向都好 Positive还是Negative 最好大家能够有一个尝试 那个尝试就是 那个东西会越来越慢还是会越来越快 那个尝试 所以你看你丢东西上去的时候它肯定越来越慢 刚才我已经讲了 它肯定是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到零的 它是越来越慢的 所以越来越慢的话哦 它的 虽然它给我们的G是Positive 9.81 但是因为它越来越慢 所以我们要把它当作是Negative来处理 来运用 因为它是越来越慢的 它是发生Negative 这里 这里Bola是发生Negative 所以这个9.81都要放Negative 所以我就会 这边有Negative 这边就Positive 所以就是 不再有 不再有那个 Negative T的情况发生 OK 所以要永远记得它是什么情况 再来 定义Maximo Negative 记得我们不要用A的资料去找B的资料 虽然A N已经找到MASA了 然后我们不要用这个资料 来找B的答案 因为万一我们这个uncalculator按错啊 我们B就会跟着错了 所以B我们就要重组我们的线索 重组我们的线索有什么呢 U等于10 B等于E样等于0 定义Maximo 去顶点的时候 它G已经慢到0去了 所以它应该要放Negative 它是发生减速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这个B的问题 它完全不在意T 不在意T 我们要用哪一个formula 不在意T 哦这个有T不可以用 这个有T不可以用 所以不在意T 就V Guasado-U Guasado 等于2AS 我们就用这个 V Guasado-U Guasado等于2GS 然后0 Guasado-V U Guasado就是100 等于2乘以-9.81乘以S 这边有Negative value 翻进去的时候 就会Cancel掉了 减2 9.81等于S 这个会Cancel掉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 我们的答案 打到Unit meter Unit meter放的正确咯 OK 这个是放下来的 刚才那题是抛上去 刚才那题是抛上去 现在是在一个Turbing 一个悬崖 一个人 他把一类球 放下来 这里又有一个隐藏的资料 Malapaskan Malapaskan的意思是说 它的U等于0 它不是Mambaling 如果你Mambaling Gabawa 它肯定U有一个数据 有一个magnitude 但是它只是轻轻的 把它放下来 所以这个呢 是隐藏的资料 是U等于0 Garayisatu terbing定义 10m 这边是地上 10m 然后 Turbing Masa and the Ambulance 300个Turbing Bawa Masa and the Ambulance T 等于多少 这里还有一个隐藏资料 就是G 等于9.81 不管你 不管你把它方向 定义为 这样子 是positive还是negative 不管你是怎样定义呢 记得 想象它是越 那个东西是越来越快 还是越来越慢 现在啊它是U等于0 东西掉下来 当然是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我就要用这个是positive 然后这里没有提到什么 有提到U 有提到T 有提到S 有提到G 完全没有在意V的存在 没有在意V与E的存在 我们等于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S等于UT 加120 OK 我们就用这个 S等于UT 加120 G T Square Masa and the Ambulance 它要T 然后S 你看呢 它是用减的value 然后这边是减 但是我教你们的方式是 不需要 这样子放的 因为呢 我 我们把它当做 这边是positive 我把它改掉了 把它改掉这个positive 所以我的S呢 是10 positive 10 S是10 等于U是0 T也会跟着0 乘到0去 加120 这个东西掉下来是越来越快 所以是positive 9.81 乘以 T 你可以看到我跟它的不一样 就是 这边它的是有negative 有negative 当然到最后也是要cancel掉的 我的呢 是已经早早就positive positive 所以就可以免除掉这种困扰 免除掉这种误会 我们不用把情况仿得实实的 仿得实实的意思是说 这边一定是positive 这边一定是negative 反而我比较 觉得我们比较容易处理呢 是把这个东西当做很 很的情况来处理 很的情况啊 你看我把这个东西就掉下来的吗 如果一个东西它的U等一点 然后它 它走了10m 到这边是10m 10m 然后它它走的时候是越来越快的 越来越快 而且它 它最后的低是多少 在这个它它完全10m的时候呢 它的低会是多少 你看我已经把这个直向的 画成横向了 是不是可以解决 是一样可以解决的 ok 只是我们要去想象 那个东西是越来越快 还是越来越慢 如果那个东西越来越快 就放positive 如果那个东西是越来越慢呢 你就放negative 这样就行了 ok 好了就把这些 我们用到来 打蛋了 现在它不是要找D 它是要找V 等于什么 所以我们就要忽略掉D 找一个formula 没有D的 完全没有D的 它就用这个 然后同样的 同样的我们尝试看看 不要用它的negative 可不可以呢 我们依然用它的formula 但是我要找V quassado 等于Uquassado 是0嘛 0 Uquassado等于0 再加以2 乘以9.81 13是10m 我这边没有放negative 因为我是positive 我把它定义为越来越快嘛 加速的 所以到最后 你会 你会 这个 也是cancel掉的 减成减变加吗 我已经早早 已经变成加了 我的方式早早已经是一个加 完全是加的 加的数据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处理 OK 你看到最后 要提醒我们 虽然我们可以 把 让我们把任何一个东西 基本在quassado 是我们所得到的 答案 它有可能是positive 也有可能是negative 但是我们不 不采用 be negative 不采用它 因为它是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的 OK 好 我们这边 也解释完了 in the show 我们就不谈了 我们来 试试看一些其他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提案 有些同学你们手上 也是已经有这个hard copy了 然后我们看 没有的 没有hard copy的 我们就看这边 然后叫我们人家跟graph 因为它是早早已经是SOT的graph 因为它早早已经是SOT的graph 所以如果我们要 它早早已经是SOT的graph 所以如果我们要找 SOT的graph 我们只需要interpolacy interpolacy上去 interpolacy去很 我们就会得到 10m 10m S等于10m billaga objective pergun object pergun 在 第 3到5秒咯 你看这个是紧着的吗 没有 Cajunan等于0 Cajunan等于0 Cajunan等于0呢 就是代表 Halaju等于0 Halaju等于0 就是代表 它始终 第3秒 到第5.5秒 这边是5.5 第三秒到第5.5秒呢 它始终 始终 停在第15m 第15m 往 往右边的方向 15m 这样远的地方停着 所以 Villaga objective pergun 就是 从 MASA T等于 DARI DARI T等于 3 T等于 T等于 5.5 这个就是我们要处理的 OK Villaga objective happen 在这边就是 positiv的方向 这边开始就是 他不是 他是 他并不是代表说 已经在 已经在 左边 所以我们这边 这边已经是在打回来 打回路走了 回路走到最后 回到原点 第7秒的时候回到原点 然后又山崩下去走 走越来越远 如果把这个东西 化成一个 很像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气球 比如说是气球 object object 从 0到3秒的时候 他去到15m 他去到这边15m 比如说这边是15m 所以这边是低 D等于0 这边是 D等于3 到第三秒的时候 他已经是在15m 降远的 这个是 positive方向 OK 他已经是15m 离这个starting 在这个3秒的情况之下 然后他在这个15m的位置 停 停到5.5秒 所以D等于5.5 也是他还是保留在这个位置 但是呢 D等于6的时候呢 他就慢慢的往回走了 D等于6的时候 他就 慢慢的往回走 往回走 走到D等于7的时候 他的又再回到这边 D等于7 D等于7 D等于7的时候 他又在13c发了 13c发 回来这边 他还不满足 他还继续的往左边走 往前到D等于8 8秒的时候呢 D等于8秒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negative10 的negative10m的方向 OK negative10m的方向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graph是 要分析是这样了 Brapaka halaju Objectud pada masa D等于1 D等于6 我们就只需要找D等于1的时候 他的邪度是多少 D等于1是在这边 他的邪度 你找到了 就是他的halaju D等于6呢 这边 他的邪度是negative的 所以你找到他的邪度 你就是找到他的halaju了 Brapaka object 跟Bali 跟Badudukan asamia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Pada saat ketujuh Pada saat ketujuh OK Kembali ke Kedudukan asam 就是他回方向走在D7秒 所以他回到远点 OK 其他的应该不太难 我们再看下一个 Halaju melawan MASA Halaju melawanMASA 的graph 在这边 的atast MEMB 明显到 M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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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apakah pecutan object pada masa 哇 这样多题 berapakah pecutan object pada masa T等于0.5 pecutan 你要怎样找 pecutan based on VT graph pecutan就是 kecurunan 等于 kecurunan等于 pecutan kecurunan等于 pecutan 给 VT graph 所以在 T等于0.5秒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 0.5在这边 你找他的斜度 我们就找到他的kecurunan 然后D等于3秒 D等于3秒的时候呢 找找这边的 找这边的kecurunan kecurunan等于0 D等于3秒 A等于0 D等于6秒呢 A等于这条线的斜度 A等于negative A等于negative一个数据 然后第7秒 7.5秒 7.5秒是在这边 7.5 所以在找这个 Pajunan等于多少 OK 就是这样简单的了 Brapaga 13 Oject D等于3 在D等于3的时候 它的距离是多远 我们就找 这个loss 的bara 因为VT 的loss 将会得到 所以他问你吗 他问我们 他问我们 Brapaga 13 所以我们就 切断 在这个第3秒的时候 割断 切断 载断 然后就找他的loss 就搞定了 OK 再来 D等于6的时候呢 D等于6的时候就要包 包括的更远了 看了这个 D等于6是要找这个的 找这个loss Trapism 再来 D等于8呢 D等于8你就要找这个Trapism 这个loss在减这个小块小块的loss 就是他13 Brapaga Harajuku Brapa Brapaga Harajuku Brapa Harajuku Brapa Harajuku Brapa Harajuku 3秒钟在这边 所以我们应该要拿 就 啊 Harajuku Brapa Harajuku Brapa Harajuku 除以 Zumla Masa 所以Zumla Masa肯定是3秒 Zumla Zumla 等于这这一块 刚才 开找的这一块 就是多少 他这13再来出3你就会得到你的资料了 OK 我们就敲起了OK好我们来做这个问题 这都给的我们就来干不根啊这个资料就是有的你0 能安 Badakada 慢慢出 这个是 Badakada 这个是Badakada Badakada Jali Harajuku Badak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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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哈拉就是多少呢 哈拉就 等于多少 所以这里 A的部分完全没有提到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 A等于V Badakada 你的 B B就是你要找的 U U 跟第0 T跟第52 50 然后A跟第2你就会找到我们要的哈拉柱 B呢 Sasaran Badakada Masa Sasaran 等于多少 我们 秉持着这个资料是有这个资料是有然后这个D的资料是有 但是他要找S这个时候呢在B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拿A的资料来找B的资料所以在这题呀给B的这个题particular给B这个题 它是完全不在意哈拉柱的 所以不在意哈拉柱我们有什么formular S等于UT加1128 什么事 S等于UT加1128 所以S等于多少你就要找的 U等于零 零了就整个省不弹哪里零 112A A是2 T呢零 5 就解决了是不是很容易 Sasa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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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换了换了一点点的情况就是 D等于6的时候呢 S 等于什么我这边放一个S2因为这边已经有一个S了我不要误会所以就放一个S 同样的这个也是要用回这个formular因为呢 他 C的部分也是不在意那个V的所以我们依然用S2等于UT加 1128 D2这个依然是干第0得到0 A依然是2号 D呢D就要用6636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S2 我们看啊这个 这个要注意哦 这个跟刚才书本的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著名就是 啊你了巴斯康跟迪巴林是不同的情况 如果是迪巴林啊 他的优势有一个magnitude 有一个magnitude 但是如果是你了巴斯康呢 他的优势零的 这个是一个隐藏的资料 你乱大呢你乱大是被抛上去被抛上去 肯定他的优势 啊这个优势 优势有一个哈拉住 然后这一题的隐藏资料在那里隐藏资料就是 然后报告吗 三点 所以 定义买西梦呢 他有一个隐藏资料 所以这些也应该不难的 我们就 关于Gragon的第2个部分 第2堂学习 我们就学到这边 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 掌握他 我们今天到这边 谢谢大家